介绍来关心医疗方面的消息 发展中心主任甲红纸标识 这位小朋友在两岁外 只能说是爸爸妈妈 经过跟他专家的便衣 在发展问题上的病故 较近医疗发展以及表达上有病犯的路后 在早上病故后 专家医疗疗疗课程 经过四个月医疗表达婚姻 已经可以主动进行立正对位 甲红纸这次 早期疗患的没得时 帮助发展疗患 也只是有发展疗患风险的孩子 早日结果众改 对各政策发育进度 也只是减少未来生活当中途中的挑战 压医线儿童发展中心 是从2003年开始 我们是针对六岁以前 发展迟缓的这些小朋友 提供单一窗口的评估 以及治疗的服务 我们服务的内容 主要是像发展的迟缓 比如说像大的动作 小的动作 语言 或者是情绪 还有像专注力等等 这些小朋友 我们希望在学龄之前 能够尽早的帮他们 找出正确的病因 另外就是经由我们团队 多专业的人员 一起来帮忙他 我们儿童发展中心 主要是提供发展迟缓的小朋友 来去接受到最正确的诊断 以及及早的介入 期盼他们能够及早融入原来的家庭 以及学校的生活 我们从2003年开始到今年已经满21年了 我们服务的这些学龄前的发展迟缓小朋友 也陆续有超过6000位以上 包括像我们这个动作发展比较慢的 或者是像这个扁平竹 像这个是一个扁平竹的小朋友的X光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骨头跟骨头之间的缝隙比较宽 所以在这样子的小朋友 如果他的这个筋比较松的话 他就容易有扁平竹 那扁平竹的这种情形 就容易造成走路的效率不好 容易跌倒 或者是在走路的时候比较慢 会影响运动功能 以及像髋关节的这些问题 自己两个便宜 透过日动发展丰功门禁 集合合健康、修理性经康、精神科以及议员 集领不利医疗书 还有临床心理师跟社工师丁专业团队 担对每个小孩的诉求 妙心搭着各不法的疗用各位 透过单一堂口安排丰功 兵车提供厚修疗庭 让医疗经营专民丽车顺床 声音宣伯恩将来行该一关彩虹布登